像某些一樣,他的體力到一百二十歲的時候,像當時某省捲血的時候八十歲的時候一樣 本來他四十歲就想要為神來做神的工作 但是他的靈修方面還差 後來再靈修四十年 然後八十歲以後才正式被神使用 到了一百二十歲,他的體力好像在當時神選照他的時候八十歲的時候一樣 所以說我一直感覺到我自己本身 過去的病啊,他會不得到醫治 那麼體力在做神工作沒有差 到現在還很喜歡走路 我想這是主義說給我的 那麼我們每一個人要知道,對家庭啊,我們都有一個責任 如果你沒有發覺到我有責任的時候 這個人會一直停下來,他的智慧,體力停下來,所以他會很快退化 那可能會變成他們家裡的一個負擔 那麼中國的話很好 那麼中國的話很好 這不是說什麼,樞紐啊,樞紐 就說那個有沒有這個門啊 你這個開開,那個地方不會生寵的 那邊不會生寵的 那麼房子固定下來的 沒有人動 那會陷下去啊 好像我們最近租的房子在那個老闆的地方 太久沒有人住啊 樓上那個木板 有幾塊是爛掉了 太久太久了 但是那個門啊 還是很好的 感謝人 我感覺到人啊 還是在裡面的生命 要發覺到 我在這個家 我要住什麼 我在這個家會呢 我在這個家會呢 我到底能夠做什麼 好,這個國我們沒有發覺到 請問有人勉勵我們的時候 請問有人勉勵我們的時候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使命的時候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使命的時候 力量就出來了 看到好的力量出來了 對人能夠有所幫助 對神可以得到無恙 因為我在老闆的地方 跟台灣的仕工呢 每一天都有查清 因為我在老闆的地方 跟台灣的仕工呢 每一天都有查清 我們都要來看 我們會看到 這個 要哈水的管 他所管的這些 他所管的這些 一百二十七省, 我們柬埔寨好像只有二十六省, 我們中國大概是三十七省,包括台灣, 三十六省,三十六省,三十六省, 你看這個國土相當大, 百二十七省, 但是因為台灣的國土很大, 他們要展現他的榮耀, 那麼百八十七的那些貴奏, 有詮釋的人都叫他們來, 那些貴奏,有一個貴奏, 有一個貴奏的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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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到這個蘇山城, 第二節目叫蘇山城, 那些貴奏的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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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概要看八十六省, 那些貴奏的貴奏, 來參觀了, 並且呢,為了大小百姓呢, 辦喜宴大概有七天了, 然後呢,少了九度, 做得非常豐富, 那麽第九節就在, 瓦斯基這個廣告也在, 女工那邊也辦了個演習, 所以一喝酒呢, 心裡很快樂, 非常快樂, 他決定事情, 忘記了, 要問七個模式, 忘記了, 應該他要, 要決定事情, 對問七個模式來, 然後呢, 他馬上叫太太, 叫王后, 太太太, 讓他們看到, 他的容量, 他的美貌, 然後呢, 結果呢, 我自己不肯啊, 沒有一個人會, 違背國王的命令, 在這個時候, 他才更機會, 會達成了, 他的模式來善良, 後來說, 要廢掉, 我自己的王后, 的威風,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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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原因, 恐怕, 让全國人知道, 王后不聽王的話, 那这样的全国的妇女呢 就描述自己的账户 在原则当中决定的事情 总是有错误 在原则当中决定的事情 也是有错误 这个两个阶段特别要注意 所以有时候 高兴和表马上承诺什么 很生气的说 不要决定什么事 一个做对的事 能够变成好事呢 都是在冷静当中 所思考 所解体的事情 第二章 这里面记载 当后 亚洲王他心平气的的时候 他就想念华士帖 他也不能叫他回来 所以有人就提出来 要选招这个美女 各什么美女来 其中有一个叫做云士帖 云士帖的父母亲已经死了 所以他能够参照 唐哥目的地盖来照顾他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样子 尤其是天被召集的时候 要去准备选民的时候 他在看他手机 他天天去关心一次天 要知道他平安不平安 这是第二章的十一节 所以一个正有爱心的人 会天天来关心 那么这个以色天 它最美的地方在哪 就是它内在的美 因为它们在准备当中 它们所需要的东西通通给它们 但是你想要什么 在这些囚 第二章的十五节这里 你是贴最美的地方在哪里 它满足已经分配给它的东西 它没有别的要求 所以内在的美在它外表上有一个香气 所以来到王的面前的时候 马上被写上 那么它正处理管扣 所以国王还要令高兴 它做事情跟别人不一样 第六章的十八节记载 因为其他比赛可以太美 太美了它高兴得很 它就先不各身 免责睡那个 不必责睡了 而且心有功劳的人 给它们给它们很多的赏赐 所以第三章这里 也可能哈曼是有风浪的 它的品德怎么样它不知道 而且国王说哈曼他进出朝门的时候 都要向他是会败的 但是有一个人不败他 那就是国王的莫迪凯 你是后来知道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 知道说不可以败他 是不是告诉他 他很生气的 但是国王非常喜欢他 他告诉国王 国王没有答应我们要求的时候 他愿意捐出很多的钱 就是一万他原本的饮食捐出很多钱 当时人不但是要杀死母帝盖 还有他的这个民族 犹大人也要把他杀死 如果人们的命都不杀死 尤语大人 对 就是 那个意思天他 Nagundin教练的意思叫做尤语大人 因此他叫尤语大人 是尤语大人 他对国王也很高兴啊 因为他很看重他嘛 后来 捷径这个事情以后 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十五节 这个已经传到苏山城了 独行独行很高兴就那边一起喝个酒 但是苏山城的犹大人 切都很慌乱 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 目的开始到这件事情 他就撕裂衣服 穿马衣 然后在蒙灰城 就在承受一面礼物 一面礼物 这些事情 一时贴知道 就叫人拿衣服给他穿 他不肯穿 并且 莫迪凯来转告 告诉我们十天 好 我们来看第四章 好 来看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有十三节 好 没了 我们在第九节这里 这里是经过目的改 来托布一个人告诉你是天 但是以色列觉得很困难 我已经三十天没有见过国王 如果我冒人进去的话 他没有伸张 一定会被杀死 太害怕 好 所以他不知道 他觉得他是完后没有错 只有怕 觉得他没有这个责任 所以以色列起罪 看不到他的责任 好 十三节 不必该再讲 你不要想你在王后 当王后 比其他的人还要强 如果你不讲话 你害怕 神有办法 那精神就有大了 但是你这个机会 神殿的机会 你不把握的话 你一定会死 你的家里人也会死 你为什么不把握现在的机会呢 这就是 他后来这个政策 目的改 督促他 让他知道他的责任 好 他知道他责任以后 那个动力就来了 那个动力就来了 那么动力从在哪里呢 就是说他三天三夜要禁止 他公民跟他在一起的人 也是一样 他就是这些公民在一起的 跟他在一起的 比较没有关系啊 因为不是有大人嘛 因为不是有大人嘛 但是华国说 你要禁止 不禁止不行啊 他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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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 不能煮饭 他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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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多多吃东西 他会怎么样 他已经定好 已经定好了 12月13日 他会拿到 杀你们啊 一定确定了 就是说 很多人 就是说有主角 在一起的 他在一起的 我們不會被殺死的 殺天 不可能二十吧 其實二十也比較輕鬆 二十都拿到殺 而建設的話更多 就是一時天才能進去 當然我們從後面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接近國王那個講話還有態度 要詳細地經過不要講 只是他非常冷靜地面對問題的一個一個講 因為他還要叫做結局 還要有重點要跟大家講 有關他的細節 你們自己好得看 常享受 所以你們在做的姊妹 當王后的好好看 可以很好看哦,非常好看哦。 哇,里面的内容相当棒的,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或者说两三接见,看着这间,更加远远了,后面是有。 好,后来了。 这个哈曼,是的,目的该当宰相了。 所以他们好像唐兄妹呢 就是目的改和以斯帖来处理国家的大事 整个不少个马太国的这个帝国啊 由他们兄妹一个宰相一个王后呢 来商量来决定的 这个历史呢不是在以斯帖国 现在的中东就是什么伊拉克伊拉克那一带 是犹大人在那个地方 好 我们今天好地想一想看看 你们好地吃起来 我不敢说这不再是因为成传道建议起来的 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使命是你们把我们撑起来的 我们今天开始了 我不收地你们没有责任 我也会看看 但是我们发现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 有一个责任越来越多 我要好好地在几个国家建立起来 尤其我要去中国 我现在对于二号就去中国了 我觉得那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原定 我的动力从哪里来 学习以斯帖的进食三天上去祷告 因为我已经了解过了 沙润、帖拉、帖拉他们 三天进食祷告 然后把苏圈里面的櫃赶出去 个人的三天的进食祷告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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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比就有三天 我以前也有过 我告诉耶稣说我要禁食三天 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我对耶稣的对所讲的话改变了 我说这一书话 生命我 怜悯我 我晚上要吃饭 走不了 吃饭了 难怪有问题就是这样 我没有成功 坦白讲 这次我们太努力了 天润的爸爸什么时候来的 七号来的嘛 是 六号吗 四号见五的时候见 好 简单说 天润的爸爸妈妈来了 结定好了 把天润带走 然后到半路叫人家抓起来 受到监狼 不然负责人开口 天润等爸爸妈妈来的时候 要不要告诉他 第一个 用你们的方法 但是第二个教育方法是这样 让天润的意义之随到九号 十号 我们负责人会安排两个 把他带到平通去 感谢主 十 十一 十二 是吗 到星期日 这当中没有事啊 后来 铁拉 因为铁拉和铁拉起来 但是铁拉一整天在拟痛聚会 铁拉一整天在拟痛聚会 铁拉一等的时候 一时到60公里的地方 就发生事情了 这个不应该让我们 听说 國安 要睡經視鹹度 有什麼有人回答 貼嫪在家 要像什麼 爸爸媽媽要手近 爸爸媽媽不快 爸爸也要 爸爸就告訴警察 警察來囉 印象 貼條 接聚 火油 要打警察 警察逃漏 怎么这么差我不知道 警察一根刀也好 体也好 然后把警察跑掉 可能手架都在车子里面 就把警察在那玻璃上 车子被啪打破了 但后来也被抓了 现在再见到你们 我现在要跟大家检讨 你们没有长大 少论问我 说传道要不要进室祷告 我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要我讲 今天我们是检讨会 因为这一次我们失败知道 因为英雄没有失败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去思考一下 好 我们不是说 铁兰和铁兰 两个兄弟没有能力 但是没有触觉 没有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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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神这样今天 我老婆拍过去拍过去 没有错 我们的父神人在的时候平安不是 没有触觉 那么这个父母那天说 都有在那天 就是说 十号 十一号 十二号 都有情绪会 但是呢 他们不警醒 他们不自觉 没有进室祷告 有一个人禁止祷告 以后 这就是做得不顾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大家 连弄一下弟兄姐妹 王弟兄啊 官啊 官啊 官司默默弟兄啊 默默姐妹啊 你们虽然没有去 帮我们祷告 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 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 我们这次真的失败 让别人有关再见到你 不如第一天来的时候 他爸爸说要带走 要警察半月要抓他 那这样决定不是很好吗 后来我们教的爱心 也希望这个机会 田人的爸爸妈妈 能够一起同心啊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 有重要的事情 不要让主耶稣羞愧好不好 我们太没有处解使命了 把这个事情都做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已经决定了 因为我们啊 今年十二月 然后全国呢 聚集在经验这里 成立传教在这里 十三年的感恩特别精贵 我们已经看要准备找场地啊 可能有三百个到四百个来参加 除了信徒以外 在目到很多范围的 我们一天就好安局 不要影响其他工作 但是我们之前要找出三天的禁止祷告 因为圣经懂得 我们应该也要有 而且我们会做得比他们更好 他今天就更负责了 对 虽然买胜汉或那不赞 小敬会答应我们这样的决定 或者有的人很害怕 但是我们想看看 有的人生病三天三夜没有罪犯 我们的皇帝兄 这个日好像一个礼拜 把五天都花高照 我们健健康康 三天三夜不喝 比花高照还要轻松 所以我们本来是说 有一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有加健康 结果有的人说 不一定没跟同一天过来 有的人会说 我一餐就好了 好就讲的 我们要三天等 好所以愿意参加的 一起来 对 如果来了五十个人的话 这边要怎么倒口 对吗 啊 倒别痛劲 比较狂一点的 那有人说 到时候看看 所以必定报名 只有三个而已 那不管是几个人 总之我们有这个方向 我们要好好的想想看看 有些生病三天三夜没有吃的啊 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圣经里面 已经留下了榜样 为了真耶稣教会 我为什么想去做五大陆 因为现在五大陆 可能会赚钱 但是赚钱 我也害怕 我们可以去赌博 有些去做坏事情 我们那个老奥那边 湖南会长被杀死 我们当一个人啊 有些是副会长叫人把他杀死的 所以很多人讨厌中国人啊 因为讨厌台湾人 我代替两个姐妹 我们政治的朋友 沉到厨房告诉他们说 知道 要助你这个商可 台湾派来的杂变情怀 骗人的钱啦 但是我想对中国 我对华人要关心这些 我不是不爱及他的名字 我觉得我觉得语言很顺畅啊 不但是语言什么话 我对你那种简笛指挥不为 总共的话 口音我听得懂 简笛指挥可能懂 我要爱自己的听话 接受我的视觉 这是我的视觉 词面的 才有动力的 阿嬷弟兄姐妹 我们要感谢主耶稣的 我们因为这个注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奉献上我们的祷告呢 我们在家里最不好的是在哪里 你不爱我 我就不爱你了 没有用的那种运气 对家里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们用耶稣的爱 用祷告来帮助不是更好吗 我们希望越来越进步 我家里也最头痛的一个孩子 我很想拿刀呢 打开以后 把圣经的话撞进去 有的还是很懂得 懂到什么程度知道吗 我恐怖 就到她妈妈 她不懂 妈妈 我是一点道标道高 她们在台北的生活就很紧张 那阿里像箴不在一样 美容院还有那个妖男吗 我买这个妖男 拿到台北 我家在客廳 我家在客廳 对 天酒没有了 不知道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那个东西送给别人好了 我们在留时间这样休息 我希望大家 弟兄姐妹 主耶稣有给我们这样的恩赐 其实祷告是最能够解决各种不同的困难 你们不是有一十半五 要讨论祷告吗 感谢我们都是一个人 现实的 头脑很好 把我们到宗教部最高的地方 帮拜访长官 然后到藏地的曾华三位 都是在地的华人来拜访 非常感谢主 接受从祷告到来的 我也知道他这个家里的信仰上的需要 好 我们虽然不会讲到 我希望大家愿意 从禁述祷告当中 来奉献给神 什么困难通得到今天 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失败 希望我们要检讨 有时候我们也不爱讲话 他不爱讲话 这个迭系上不够 要打仗就一定要打 不要想到只有铁恨 不要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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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时又要进行 我们感谢主耶稣 正义艺术教的真理 经历在凡手上 主耶稣教我们的真理的圣灵 就是全然的 它是充满了它的荣耀 也是全制的 什么都会啊 所以我觉得在外国庄律 就是这样子 我一一看呢 一奇妙 非常感谢主耶稣 尤其这次呢 从老婆回来 就有一个可以关心我们的人 我看不出来 那很奇妙的 最先把我带到这里的 很兴许的 回船到乡下 也是兴许的 那么在老婆呢 这个先生也是兴许的 他觉得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觉得呢 我们已经有一个家了 所以我们到老婆的宗教部那边 也告诉他说 不是要的床品 我们到中华 这个会馆也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登记的房子 这个房租 这个房租的合同里面 告诉他 也是这样讲的 感觉着我们在那边 会成为一个合法 我现在是合法的救赎在那边 那么我们啊 大家为了主耶稣基督 来为了真耶稣教的 传得救的福音 这我觉得地基在哪里 在经兵 我今天也告诉你 我今天也告诉你 我们今天 建国战会越来越强大 你们知道 中国在办出来的军事的抗抗 所以说你们要好好的住 你们该住的事情 这个国教会越来越安定 我会看到这一教会 这么夸张起来 所以你们就是 承传到永远的基地 就是跟基地 希望如此自由在景别 我们在各地方都尽力 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团圈 然后大家不要客气 各个家庭需要的 我们要很积极的马上做好 就是非常感谢主 所以说不要离开 离开到老五年前 我提早离开 也关心一位信徒 我会交代沙润 沙润也把它做好 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弄 不要等到明天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状况了 现在就马上去关心 然后对几个能够同行祷告的 来关心祷告 所以我发觉到这个家里的信心 越来越刚强了 因为经过了很多的困难 一年多的考验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 希望大家如果像一十天一样 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不但自己要去做 我们要找童工 他告诉我地盖 苏山城所有的犹大人 也要跟我们要禁止祷告 一定会同心的 因为他们一定会死的 但是通过禁止祷告 其实二十也没有关心 他们是心甘情愿的 但是跟以色列在一起的公理 不是犹大人 但是他们一定会听王后的话 他们有参与这样的一个情绪 所以说我们一旦有决定 这个字体的时候 我们会提早这个宣布 是不是大家 包酒也参加 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三天的禁止祷告 还没有第一次 我还没有第一次 因为我一个人失败 如果有很多人的话 你有信心 我没有信心 所以今晚会熬过三天 在我快要没有呼吸的时候 没有力量的时候 还有人在抗火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在商量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真的很期待 希望这个三天禁止祷告 很快就实现了 我们要学习香草肉铁烂一样 三天的一支专心唱诗祷告 读经分享 那么这个 弯拉和那个 那就不一样了 也要上課 也要工作 太危險了 萬一再準備一些東西 有好吃的就放在嘴巴裡面 關在三天比較好 不要安靜 所以其實我今天用我們有分享過這樣的道理 所以說我感激到我們要做到這一點點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目標 感謝主持人一定會是我們大家 那我一直沒有忘記 消融光只是不這樣講 我想像聖靈所講的 真葉交的發財要從節目代開始 那麼很多人這樣講 沒有到回到今天我的心裡才起來 對 王弟兄 王弟兄不是只有王弟兄 你可能講 其他台灣其他法律師也這樣講 當神我們要為了要給神 我們要更加的努力 不要做樣子沒有用的 真的 我們要從內心做出來 很喜歡這樣的一個禱告團庆 我們真的得享受這樣的日子 好嗎 這樣的信心要建議起來 來一起來唱贊 想好嗎 鼓鼠 聪張 earn 開心 快不了 我們 大家